新北市一名誠信警員 因為和妻子感情生變 懷疑她有外遇 竟然聯合一名黃姓女同事 從去年11月開始 查詢妻子的行蹤 還利用三名同事的公務帳號 登入禁居查詢系統 追蹤妻子和她親戚友人的行蹤 總共調閱了600多筆資料 監視行蹤長達8個月 如今陳姓警員和黃姓女員警 也被起訴 整起事件會發現 是一位理性妻子 去年5月申請保護令後 不管到哪都會被先生發現 就連跟朋友借車也逃不掉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車輛e-take 遭陳姓警員綁定 違法的這樣調閱太太的相關的行蹤 已經觸犯了太太的隱私權了 也違反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而且警察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依照刑法還可以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其實為了調查嫌犯 警方除了平常使用的mplice小電腦 警證署跟刑事局的警證系統也都能查 新北市更有自創的雲龍系統 可以自動辨識車牌以車追人 沒想到陳姓警員卻利用自己 曾調監視器的業務來處理私事 警專24期畢業的她已經從警13年 如今知法犯法公器私用 實在是做了最快示範 華視新聞葉雲娜張俊慧新聞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